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菲莉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 4-in-1的一个计法 我们要利用1层6的不锈钢缓来做鞭子 那我们要先闭合 这个1层6的不锈钢缓先闭合起来 那基本上这个不锈钢缓你买回来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闭合 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的闭合 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开合的动作 然后打开来 往左内侧45度角打开 再把它闭锁起来 这样才有确实的闭合 那我们先做这个动作 做一些起来备用 然后接下来打开 这个1层6的环 套入4个闭合的不锈钢缓 4个 不锈钢缓 再把这个不锈钢缓 闭锁起来 那因为它很小 不好握 所以我们套入一个毛根 方便握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四个闭合的这个不锈钢缓 分成上下两侧 各两个 而且 要让这个 右侧的环 在左侧的环的上面 看起来 右侧的比较刚叠在上面的感觉 好 那上下各有4个 那我们就是 让这个右侧环在上面 左侧环在下面之后 我们要用我们的 左手的食指和拇指 将这个环 把它握住 固定住 不要让它跑掉 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的话 就取一个开的环 再套入两个闭锁的环 之后 由上往下 入下面的这个环 再由下往上 入上面的那个环 把这个环 把它闭锁起来 那一样 就是再把这个 现在加的这两个 就是 一套二的 那两个二的那个环 左右上下开 一个往上面放 一个往下面放 一个往下面放 那你就会发现 最后这个环 会叠在最上面 不管上面还是下面 都一样 那中间的环 它反而是缩进去 在第一段的那个环的下面 接下来 接下来每个步骤都一样 取一个开的环 套入两个闭锁的环 再由上往下 入下面的这个环 由下往上 入上面的那个环 把这个环闭锁起来 再把新的两个环 再把新的两个环 上下分开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完成一个 就是织带 那为什么它叫Foin One 因为这个 中间的这个环 它都会套住四个环 像这样子 这里已经有两个 再套入一二 所以每一个中间的环 它一定是套住四个环 所以叫做Foin One 在编制的过程中 如果有放下来之后 再拿起来继续编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方向 就是那个方向 我们是以这个往右侧前进的方向 那我们最后一段的那个环 一定要在最上面 要这样子 然后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外侧 两侧的这个环 这个上下两侧的环 最后一段的是不是在最上面 因为它有可能 就是你拿起来的时候 是在另外一个方向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是左侧比较高 所以这个方向是背面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好 那就是右侧比较高 你看前面几段 就可以非常的明显看出来 那还有最后一段的两个环 是不是有上下分开来 这样子才可以再持续的编制 那这个织带 如果你编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为了让它不会这样子 就是翻来翻去的 好 所以我们会 我会取一个这个环 不加任何的开的环 不加任何的闭锁的环 然后直接以同样编制的方法 把它固定起来 这样子的话 这个织带 就会被你固定住 因为这个环 然后因为也没有加新的环 所以它不会再继续做延伸 那这样子就会固定住 那前面也一样 那前面也一样 只是加一个单 单加一个环 然后把它闭锁起来 它就不会这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 会跑来跑去 不会翻来翻去的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不锈钢圈的4-1技法 那它可以作为一个织带 手链使用 或者你把它换成比较小的环 可以做成介维 那也可以是在做延伸的设计 作为手链的话 可以在这个外面 两侧的环 再加提升 再加其他的配件上去 那就让作品更丰富 但是它也可以做一个 项链中间的一小段的配件织带 增加那点项链的层次感 跟丰富度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风影万既发 我是菲利老师 下回见